第239集 哇 师父 顾妙龄面对着顾独行 徐徐地向后退去 一双妙目柔柔地看在顾独行脸上 舍不得一开视线 那已经赶过来的长老远远地叫道 少家主 大家都在等你 这句话叫出来 连已经躲到一边的守卫 也很不满地翻了翻白眼 这老货 你急着出病呢 这么感人的场面 没在老子都要哭了吗 知道了 顾独行不爽地扭头答道 回头看时 顾妙龄的身子已经进入了囚龙洞中 顾独行正正地看着 梁九突然放声大呼 小妙姐 你等着我 我一定 一定要娶你做老婆的 囚龙洞中的顾妙龄 音音一声 只觉得脸上发热 浑身酥软 这个小冤家 洞中寒气袭来 顾妙龄打了个哆嗦 取出浴魂 一下子打开 顿时一股热气生腾起来 自己的全身都觉得暖浓浓的 将这块火精精华贴身收藏 只感觉到 这洞中就如同自己在寒冬的火炉跟前一样 丝毫感觉不到半点寒冷 而那种柔和的暖气 只是轻柔的保护住自己周身三尺 其他地方依然是一片寒冷依旧 但是这种待遇 已经与刚才乃是天差地远 这样的温度 起码一个人能够待得下去 顾妙龄伸手抚摸着怀中的火精精石 眼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独行 我会等你的 哪怕你不要我等 你不需要我等 我也依然会等 然后 她就静静地坐下去 自从进入这里 顾妙龄每一天都觉得度日如年 但唯独今天 她却感觉到 自己的心底一下子有了指望 沉静了下来 不管我如何 外面还有一个痴心在等我的 我不能倒下去 独行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后 顾妙龄就坐下盘膝运功 独行在努力 我也要努力 要帮到她 顾独行转身而出 向着守卫攻身说道 兄弟 拜托你了 帮我照顾好她 她的两道剑 美猛然扬起 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守卫 受宠若惊 连忙摇手 少家主 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大小姐在这儿 可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委屈 您就放心吧 多谢 顾独行一拱手 身子猛然间射了出去 就像一把剑直直的插向苍穹 为了这份爱 我冲 只不过几个起落 顾独行就已经带着一身的凛然剑气 出现在队伍前面 诸位 这次出征 面对的是三星圣族 为的是整个中三天 顾独行并没有废话 直接了当 我们可能会死 也可能会失踪 或者 葬身在灵兽的嘴里 对此 我只想说一句 下面 两千来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 静静的不发一眼 顾独行站在凛冽的大旗下 拔剑一挥 这句话就是 在我们的背后 就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孩子 所以 出发 话音未落 顾独行飞身而起 落在第一匹马上 转过身 再马上攻身抱拳 以赴保重 顾云兰轻轻的挥手 深深说道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活着回来 是 大旗一卷 顾独行当心而走 身后 雄壮的旗队 旋风一般卷过 铁梯蒸蒸 踏碎了冰雪 看着雄壮的人马 消失在门前 顾云兰久久的 助力不动 家主 在他身边 人影一闪 一个人出现 正是前去叫 顾独行的那位长老 家主 可还是在怀疑 独行少爷 不 顾独行深沉得道 我从他回来开始 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他 哦 这位长老显然很是意外 我们是顾家 我们姓顾 顾云兰沉沉说道 我作为顾颜阳和顾颜月的亲生父亲 绝不想让他们死去 但整个顾氏家族 却超过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盼着他们两个早死了 是吗 那长老低着头没敢作声 他们两个的确不是可造之才 顾云兰长叹一声 顾独行却是 是 这次长老并没否认 所以 为了顾家 忘掉这件事吧 顾云兰紧紧的闭上眼睛 两滴浑浊的老泪悄然从眼角流下 我希望顾家 长盛不摔下去 随后 他就低下了头 作为一代家主 该放弃的都已经放弃 该牺牲的也都已经牺牲 但是 谁能够真正的理解 这放弃于牺牲之后 这位身为家主的人 需要在背地里 咽下多少的辛酸苦痛 没有人知道 或者有人感同身受 但是却没有人说出来 一个都没有 看独行少爷的进境 很有可能在三十之前就突破见地 而且 独行少爷与妙龄小姐两情相悦 借时他们成亲 独行少爷不仅是您的义子 还成了您的女婿 女婿如半子啊 在他身边的长老说道 家主不必担心什么 将来顾家的继承人 不仅是您的孙子 还是外孙子 而且 还能保证顾氏家族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家主 这样不就很好吗 须知 世间世从来没有任何的实权实美啊 不错 这样很好了 顾云兰出神的一笑 须知世间世 从来就没有什么实权实美 从来就没有什么实权实美 罢了 罢了 顾云兰转过身 向着庄园里面走去 我去看看妙龄 这个丫头 这些日子 也受苦了 那位长老也叹了口气 跟着他走了过去 心中无限庆幸 顾氏家族的危机 终于化解了 在一片荒原之上 早就已经来到中三天的孟超然和谭谭 也在向着苍蓝战区出发 打死孟超然都没想到 自己本来是为了避祸 不给楚阳增加困扰 才带着谭谭 远离下三天的是非漩涡 来到中三天 但是 自从来到中三天之后 一切的一切 都出乎他的预料 首先是发现自己的改变 中三天的灵气浓郁程度 乃是下三天的数倍 在这灵气的刺激之下 在楚阳传授的那种奇妙的断体方式促进之下 孟超然竟然发现自己的修为在突飞猛进 楚阳教的那套动作 在下三天的时候 自己只能勉强做完 但是在中三天 做完一次之后 才真正的排出身体之内预计的杂志 从那之后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孟超然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平均一天就要做三次那套动作 而到了第三天之上 身体内的杂志就排除完毕 接下来 一来 中三天的灵气本就浓郁 二来 因为西灵圣鱼就在身边 导致他们两人所在地区的灵气密度 更是其他地域的好几倍 孟超然就发现 自己的修为如同做了火箭一般 直冲上去 竟然在三天之内就突破了一个品阶 接下来的两个月 孟超然更是直接就突破到五尊九品边峰 距离突破的王座 只剩下临门一角 这个时候 似乎才适应了中三天灵气密度似的 缓慢下来 但是体内功力尽静 依然是在下三天的好几倍 至于谭谭 那就更夸张了一些 因为西灵圣鱼 无时无刻的就在他身边 这家伙居然发了狂 几乎连饭都不吃了 平常除了练功就是练功 第一次做完一套那个动作的时候 谭谭几乎将自己的腰给折断 但接下来的良好效果 却让谭谭大喜过望 从五者六品 稳步前进 两个月之内 几乎是三四天就提升一品 就像腾云下雾一般冲了上来 稳步突破五十 然后逐渐的稳稳的前进 孟超然的进境恢复正常之后 谭谭还在突飞猛进 截止到今天 谭谭已经突破了五宗一品 这种进生速度 连孟超然都感觉到如同做梦似的 他对谭谭的身体检查了一遍 发现谭谭似乎是开启了一种奇怪的体质 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这让孟超然更加的障而合上摸不着头脑 谭谭这种奇怪体质 究竟是与生俱来被隐藏起来 还是到了中三天之后被改变了呢 倘若与生俱来 为何自己从来没有发现 若是到了中三天之后改变体质 孟超然就觉得更加离谱了 没听说从下三天到了中三天之后 居然还彻头彻尾的改变体质的 居然连资质都改变了 在谭谭终于突破五宗之后 孟超然终于觉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 现在的谭谭需要的不是晋升 而是战斗 所以他立即做出决定 带着谭谭前往苍蓝战区 一路走一路历练 在出发一时 孟超然甚至都不知道 苍蓝战区发生了巨大变故的这件事 这一日来到冰镜山前 所谓的冰镜山 乃是一个大悬崖 上下如刀切 就在悬崖下面却是一片大平原 一到冬天 这里的山壁被冰封 就会形成一面巨大的镜子 人走在路上 就如同走在镜子里面一般 那是中三天的一幕奇景 拐过冰镜山 就是苍蓝战区 甚至可以说 这冰镜山 其实就是苍蓝战区的一部分 结果一走到这里 孟超然就崩溃了 谭谭一下子 见到这么大一面镜子 顿时就大惊失色 他震惊的看着山壁 大呼道 师父 师父 这整座山就是一面镜子 孟超然淡然微笑 但是随即就发生了意外 接着 谭谭就震惊的 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孟超然觉得奇怪 转头看去 只见镜子里面的谭谭 眼睛大挣扎 一脸震惊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这种表情的谭谭 由于将脸型扯得变形的原因 看起来居然很英俊 两道眉毛也不一上一下了 而是平着 这么看起来 鼻梁也不那么突兀了 一对招风耳朵也似乎有所收敛 反而显得玉面珠唇起来 孟超然真的是惊了一下 他转过头看着谭谭 发现果然如此 真的是这个样子 谭谭在表现出无限震惊的时候 居然会变得好看这么多 随后 谭谭就兴奋起来了 他一兴奋 震惊的表情立刻消退 就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师父 刚才我的样子 是不是特别帅啊 谭谭兴高采烈的看着孟超然 嗯 是比以前好看顺眼许多 孟超然当时也很高兴 毕竟这是自己徒弟啊 老师那个样子也挺纠结的 结果 孟超然接着就郁闷了 因为谭谭直接就贴着镜子再走 走几步转转头 呲牙咧嘴的照着镜子 再走几步又转头 继续呲牙咧嘴的变着表情 终于在做了十几次试验之后 谭谭终于发现 只有自己震惊的时候 那样子最好看 于是 孟超然的酷刑就开始了 哇 师父 谭谭震惊的说道 你看 这里有棵草 孟超然淡笑 哇 师父 谭谭震惊的道 草都发力了 孟超然微笑 哇 师父 谭谭继续震惊 你看这天好高啊 孟超然甘笑 哇 师父 谭谭更震惊了 你看 你看这地上有土 孟超然笑容僵硬 哇 师父 谭谭震惊的说道 你看 你看我呀 孟超然嘴角抽搐 浑身都有些摇摇晃晃 哇 师父 我是不是更帅了 哇 师父 我是不是更帅了 孟超然终于泪流满面 崩溃了 第239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